玄玄 你不是说奥克 是最好的一家广告公司吗 这么好的机会 你不去试一下 你不怕以后后悔啊 可是妈 你知道前两天徐总跟我说 不管林老板的官司事数是你 他都会和大家一起 为我撑腰 我们一起共进退 我有这么好的老板 这么好的同事 我现在走 会不会有点忘恩乎疑啊 是有点残忍 但是玄玄 职场不是交朋友 你不能太过于感情用事 我知道吧 可是如果我现在走了 他们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找到人 那 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办啊 玄玄 你已经长大了 有些事情要你自己做决定 有些后果要你自己去承担 当然了 有些成果也是你自己去独享 你要想好啊 我知道了嘛 我再想想吧 早点休息啊 晚安 玄玄 早点休息啊 晚安 跑了 再来 等会儿去 在这儿去找地方 你去找空子 去找他去找我 你去找你 不是我去的 你去找他去找我 你去找他去找我 李小夕 您喝水 谢谢 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怎么 不欢迎我吗 怎么会呢 是不是方案出什么问题了 就算方案出问题 我也不会再找你了 叶玄 去浩可的事情 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 我之前是有纠结过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去 去浩可可是每个广告人 梦寐以求的机会 你不想吗 我 你放心 我今天来不是劝你 留在爸爸爱德的 虽然 我对浩可向你抛出 橄榄枝这个决定 抱有一定的批判态度 但无论从我个人角度出发 还是从你未来 长远的规划来看 我都觉得 你应该去 李首席 那 徐总的意思 老徐这个人呢 比较感性 年纪越大 反而越矫情 他思前想后 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 倒不如 我来替他做这个坏人 叶玄 经过我和徐总的慎重考虑 觉得你不太适合 巴巴爱德设计师的这个工作 我今天来 是正式通知你 你被辞退了 千字即生效 希望 你能没有后顾之忧 勇往之间 把我扔回来 爸爸爱德呢 永远都是你的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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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我被辞退了 你被辞退了 公司知道奥克给我发了入职邀请 第一时间就跟我解约了 我知道 其实他们是想让我有更好的发展 可是我 像是老徐能做出来的事情 你知道 徐国人和李星夏之前也是奥克的员工吗 徐国人之前在奥克的市场部 李星夏在设计部 后来不知道一些什么原因 徐国人带着李星夏一起辞职去创业 成立了爸爸爱德 难怪周总会把豆壳奶茶的案子 给我们做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也不全因为是这个啊 据说那会儿徐国人在圈内 还是颇有威名的 爸爸爱德 确实教会我很多 真的挺舍不得大家的 别难过了 你看 大家都这么支持你 你以后要做出更好更有创意的设计 别让他们失望 爸爸爱德也会以你为荣荡 我会努力的 但是 我没去设计部 我应聘的是市场部 你为什么突然想去市场部啊 简单来说 我不想做乙方了 我想成为甲方 我发现相比起设计 我好像更喜欢跟客户去打交道 了解品牌故事 调查用户喜好 我想努力成为一名 可以把握品牌未来方向的决策者 因为我想成为 像李总监一样厉害的 叶总监 谢谢 李总监 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吧 你为什么这么笃定啊 因为我们都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做着最重要的权利了 那不好意思 我要给你泼盆冷水 你要干吗 新来的市场部总监不好扯 不好扯 自求多福吧 晚安 你能不能别每次话就说 一半就走啊 还会有人比你一个不好扯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你就要好好地干下去 你不晓得 上次你跟妈妈聊完之后啊 妈妈很担心 生怕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 你放心吧 妈 我能有什么压力啊 我现在正吃着牛排喝着红酒 舒服得不得了呢 是不是啊 对了 我明天啊就要去上海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见面了 妈 你明天就来上海啊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啊 早了 妈妈想给你个惊喜 你不想见妈妈 没有没有 我可想你了 但是 行了行了 不说了啊 我要去买东西了 等一下我就把车票信息发给你 你又真的来接我啊 我找不到 不要忘了啊